劳团为了立足劳基法修正案三毒通过 一早就到立院外抗议 而随着劳团人数不断的增加 立法院专门的青岛东路 刚刚已经改为全线封路了 而另外再来看到的是 对于一立一修修法 时代力量党团总招举行了记者会 而徐永明就质问了绿营 婚姻平权就可以喊咖 而劳基法就要集行军 请问这到底是在维护谁的利益呢 好一立一修立平三毒闯关 国民党一大早就发动 假急动员霸占的主席台 更批评执政党根本是一言堂 在言人意见一个字都不捆拿入 连看这意识再度空拳 立法院长苏家全也在上午 召集了朝野邪少 一立一修劳基法修正案 立平三毒闯关 一大早国民党就发动假急动员 七点一场一开门 就霸占主席台 摆明要杯葛议事 包括国民党 包括时代力量 包括借平党 我们所提的版本 没有一个版本 可以有一个字 进到协商里面 每次协商就看到老科骂人了 就这样子而已啊 条文一丁丁的不落 国民党不满执政党蛮横态度 要强行将法案过关 痛批根本是一言堂 会议前就发生了拉扯冲突 眼看立法院再度空转 院长苏家全在九点半左右 也找来劳动部长郭芳玉 并邀及超越党团进行协商 我可能只能讲说 我们今天不要处理了 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有这种 共同的看法才对 我不希望国民党才 找任何以后来备个 七天假不能砍 同时全国都这样能够一致 到今天为止 我们党团的立场仍然如此 今天有必要这样 急行军要让他通过吗 婚姻平权都可以踩刹车了 为什么劳基法修正案就要这样做 传出总统蔡英文下令 一例一休 砍七天假 今天一定要过关 国民两党也都放话 劳基法修正案 要挑灯夜战到十二点都愿意 但超越旗舰难以达成共识 更别说民间反对的声浪 是越来越强烈 六日能否三读闯关 还有变数 华语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